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很高興大家能夠來參加 整個跟報導者所合辦的 其實就是報導者之夜 今天我們講的主題是 那些我們從來忽略的事情 就是死亡 在介紹這三位主導人之前 我先開一下場 我覺得東西方的哲學真的非常不一樣 孔子說未知深厭之死 但是在跟孔子同期的蘇格拉底他說的是說 哲學思考的目的是要讓人們 能夠直視死亡 面對死亡 所以可以看到剛剛有很多朋友說 在台灣好像在講死就是一個很不吉利的事情 家庭裡面也不談死 所以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 我們製作了這個專題 好死好難 自己的善終自己爭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看到有 當然就是老齡化的問題 還有我們身邊有非常多人因為疾病的suffer 這件事情push我們想要做這個專題 在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其實有幾個數字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台灣人平均臥床率是7.3年 平均我們大概花300萬的醫療費用在臨終之前 另外一個數字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我們每一年死亡的人數是15萬 有4萬多人是在醫院裡面臨終 大家知道嗎 這4萬人裡面有2萬2千人 最後是進到加護病房做急急救的 他們在加護病房做些什麼呢 他可能最後一天都還在抽血 在洗腎 甚至裝上葉克膜 也就是他在最後一刻 他是透過各種微生的管子器材 要死不活的死亡 譬如說現在台灣炎症非常的比例非常高 大概3萬多人的炎症患者裡面 其實不到1萬人可以進入所謂的臨終醫療 也就是比較有全人的照顧 那這些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的醫療體系 剛剛有一個朋友說臨遲這件事 到底醫療體系是讓我們 維持我們的生命還是延長我們的痛苦 我們是延遲生命還是延遲痛苦 那當然因為今天我想再做的各位 可能對於臨終醫療或安樂死這個概念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在同樣的基礎上 所以我要再花一點點的時間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可能會聚焦在哪裡 很重要的 當我們在講善終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不同的面向 譬如說善終以歐美的觀念來看 其實他們有一個非常激烈的手段 也就是醫生透過積極醫療介入的方式 帶走病人的生命 我們叫做安樂死 它的英文是 Euthanasia Euthanasia Euthanasia它其實是兩個字組成的 就是EU跟THANSIA EU其實它是good的意思 Thanasia是死亡的意思 它其實是從希臘字Shenato來的 Shenato就是死神 所以Euthanasia它的原意是好好的死亡 就是好死這件事 基本上它沒有太多的就是 太多的好或壞 它就是一個每一個人希望在死 臨終之前能夠好好死亡 當然因為安樂死這個東西 這個議題變成一個政策以後 大家已經忘記安樂死 英文的原來的意思 其實它就是好好死亡 那我們在談安樂死的時候 可能會想到是歐洲很多國家 包括我們待會兒子星會談到的瑞士 可是事實上在1990年代的時候 美國就已經有安樂死了這樣的概念 那我記得那個醫生叫做 Death Doctor 他就是一個死亡醫生 若沒有記錯他的名字應該叫做 一個Jack Jack Kevorkian的樣子 那他那個是怎麼做呢 他就是幫 就是頭部以下沒有辦法動 他癱瘓的和失智的病人 透過靜脈注射毒針的方式讓他們死亡 他用這個方式大概 就是執行死亡了130多位 可是那時候在美國還沒有安樂死這個政策 所以他就被抓去關了 那抓去關了8年 他到2010年出來的時候 很多媒體問他 CNNBC問他說 你會不會後悔 他說他不會後悔 因為這是他的duty 他說人們有權利 他說right to die 因為很多人在suffer 如果醫生看到這件事情 轉過頭去的話 他反而沒有在執行他的duty 可是當然那時候很爭議 所以他就去服刑 那這個之後呢 其實在這幾年 美國已經開始有一些州山勒斯 這個當然是最激進的方式 那如果我們看到瑞士 他們是用讓病人自己服藥的方式 看起來沒那麼激進 就是不是用醫生直接注射毒針 但是他是讓病人自己吃藥丸 好 那這跟台灣的狀況都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台灣在2000年有就是 我們叫做安寧條例 安寧環兒條例 那2015年的時候 我們有了病人自主權利法 這個自主權利法跟在座 因為我想今天在座 你幾歲 高醫生 16 所以只有你不能夠執行 預立一主 可是2019年要實施嗎 就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在2019年 在我們有抑制 然後理智的狀態下 可以預立一主 當我們未來遇到了 包括說你末期 或者是你長期昏迷不行的狀態下 你可以放棄急救 或者是停止 終止治療 那當然這個狀況呢 其實在台灣還是有一些一些爭議 但我們會請孫醫師說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醫生的職能就是要救人 那醫院的職能有時候不只是為了要救人 他還為了要管理 所以我們在末期還是有很多人要插管子 因為醫院必須要營運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就是透過善終的這個概念 尊嚴死的概念 我們來梳理一下 國外最激進的做法 在我們目前來算 比較激進的做法是什麼 然後在台灣 也就是病毒法落實了以後 我們這些人真的能夠有尊嚴的死去嗎 當我們遇到這幾樣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玉立醫療 醫主的時候 最後真的能夠讓我們 善終和尊嚴的死嗎 今天這是我們的主題 那我想可能先介紹一下我們三位 主要是 就是製作這個專題的兩位很棒的記者 那個賴子行跟鄭漢文 然後另外一位本來是黃聖堅監書 不過因為監書就剛剛跟大家講的 被柯P臨時抓去 所以我們是請孫文榮孫醫師 孫醫師 他是 我覺得他非常沒有愛心 他不只是在做臨終醫療 而且他做的是居家緩和醫療 你可以想像 大部分醫師是不願意走出醫院的 但是他不但走出醫院 還是進入到別人的家裡 你知道死亡通常探觸的是一個家庭最私密的東西 最私密的部分 他每天都在經歷這些 所以我現在先把麥克風交給 我們是不是先歡迎一下子行 謝謝 大家好我是子欣 謝謝大家今天來 本來想說今天天氣不太好 可能不會有太多人 但大家還是很多人都出席了這樣子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等一下會講的主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我跟漢文 訪問那個瑞士的邪術自殺組織 然後得到一些讓我們很驚喜的一些收穫這樣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是簡單介紹一下 目前就是世界安樂子合法還有協助自殺合法國家他們的一些背景脈絡 然後最後會稍微帶到一下台灣 目前有提升到公共層次去討論安樂子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這樣 那在開始就是分享之前呢我想先等一下會先播放一個紀錄片的小片段 那這部紀錄片呢是那個英國的公視BBC 他們在去年就是2016年的時候在他們電視上播放的 那這部紀錄片叫做 How to die Simon's Choice 西蒙的抉擇 那他裡面的主角就是這位西蒙 那西蒙他是一個很成功的英國商人這樣 然後他本身個性是非常活潑外向 然後常常有他在的場子就是他hold場這樣妙如如珠 那可是他在57歲那一年的被診斷出 就是罹患了運動員神經的疾病 就是我們俗稱的腱凍症 那很快的他的病程發展得非常快速 那漸漸的他連話也講不清楚 然後字也寫得歪歪扭扭 那他自己有意識到說 那他可能很快就要被困在這個令他動彈不能的軀殼裡面 那他後來就選擇飛到瑞士去諮詢協助自殺這件事情 那他最後是在58歲的生日當天 在他妻友的環繞之下 那他自己按下了讓他身體關機的按鈕 那我等一下會播放一個小的片段 那裡面會有三個角色 那一個男性他就是講話比較有點含糊不清就是西蒙 那坐在他左手邊的一個金髮女士 是他的妻子 那還有另外一位是 要幫他就是執行那個協助自殺業務的瑞士醫生 那個clip是在講說他們在一個諮商的一個小過程這樣子 可以麻煩幫我放一下 我不會是批評 我不會用力的 我會不會做夏天 我不會做那些罪惡 我不會很疲勞 我會不會做到那些罪惡 我沒有惑被疑 我會不會有沒有惑好 那단獎 我不是乞了 它是一种反应的反应的反应 那是这样的 我会走 我会想他 想他更深的想法 它 depends 你喜欢 但它是你的选择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你只需要听到人们 你真的需要听到他们 你知不知道 他不是孩子 他知道什么他想要做 它是他的生命 他已经担任了他的生命 多年多年 他是一种反应的 现在在最终的生命 他仍然是强弱 他仍然是反应的 但人们常常似义 像是他们的孩子 我明白什么你想 如果他仍然是在顽围 你也会希望保住 你也持有男的 家的亲爱 你也希望保持 你甚至保持住 因为你爱他 你也希望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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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蒙她在裡面她強調說 就是她其實並不是一心求死 但她並不害怕死亡 然後她強調就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事情 那她的妻子當然捨不得 會希望說她能夠再好好的想 多想一點思考深一點這樣子 那另外一位Erica她的意思 而且她的妻子就是有質疑那個醫生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肯定 這麼熱切的去幫我的丈夫西蒙去做這件事情 那那個瑞士醫生Erica她的回答是說 其實你只要好好去傾聽人們的聲音 就是真的好好去聽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 即使她已經生病了 你沒有必要把她當成一個小孩子 她還是一直很清楚 而且她還是一直很堅定這樣子 那她後來就是她其實有在影片裡面有提到 也有對西蒙說 這對你妻子來講 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可能對你來說是種解脫 但是對你妻子來說是她 她是被留下來的人 她必須要去承受這份 你離開之後的傷痛這樣子 就是一個他們在諮商的一個過程這樣 那我之所以會放這個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就是剛剛我有講到一個字眼 就是協助自殺這個字這樣 那因為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很多人可能會說 我以後想要飛到瑞士去接受安樂死等等 那我這邊要珍重說明一下 就是安樂死這個安樂死本身 她其實在瑞士她是不合法的 那合法的是協助自殺 assisted suicide 那也是我們這次採訪那個 Dignitas尊嚴這個組織 他們在協助他們會員做的事情 可以幫我轉回PowerPoint 可以幫我轉回PowerPoint 那我們這次採訪的是 你們的右手邊這一位 他是尊嚴的董事叫露磊 那中間這一位比較老一點 他是Dignitas的創辦人 那這個組織呢 他是創立於1998年 是由中間這一位人權律師 他是創立的 那他們當初所創立的目標是想說 是希望所有人就是 不管在活著或是臨重的時候 都可以被尊重他們的選擇 自由自我決定還有個人責任等等 然後他們是以會員制的方式 也同時也對外國人開放 那我們這次訪問 那一開始接觸露磊的時候 就寫進給他們說 我們想要做 就是有關於安樂死的議題 然後是用Euthanasia這個字 然後說你們是世界著名的安樂死組織 可不可以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他後來回信的時候 就很義正言辭告訴我說 我們不是安樂死組織 我們是協助自殺組織 叫Assisted Suicide 或Accompanied Suicide 或是陪伴自殺 那我那時候其實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 這讓我還滿驚訝 怎麼會是協助自殺這個東西呢 那他後來有跟我們解釋說 就像剛剛雪莉說的 Euthanasia這個字 就是其實它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是一個集合名詞 就是有關於好的溫柔的死亡 那其實要落實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或是法律層面上的話 它其實是有不同的型態 那我們在用字的時候必須要非常精準這樣子 那他就有跟我們介紹說 其實世界上目前合法的呢 合法的型態是有兩種 第一種是Voluntary Euthanasia 就是資源安樂死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目前合法的幾個國家當中 通常是那個病人他本身的病是incurable 就是完全無法治癒 他無可避免地會邁向死亡 然後或者是他承受了無比的痛苦 然後他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 然後這時候他可以請醫療人員幫他就是注射藥物 或是幫他就是把那些藥物讓他身體裡面 讓他能夠平靜地死去 那這目前是在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還有加拿大這幾個國家是合法的 就是有醫療人員幫你執行這件事情 那在比利時比較特別的是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甚至通過連未成年人就是孩子們 他如果是也是在這種情況下 然後有經過兒童的心理諮詢詢之後 或並且在他們的法定代理人統一之下 即使他是未成年 他也可以接受資源勒斯 那荷蘭的狀況是不一定是生理上的痛苦 即使你是心理上難以承受的痛苦 那經過比較複雜的諮詢之後 確診說OK你真的是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了 是可以有醫護人員幫你做這件事情 那另外呢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協助自殺 那他的狀況跟資源勒斯不一樣在於說 醫護人員他是幫你準備好那些幫你開廚方 幫你準備好藥物 然後最後是由你自己喝下去 或是你自己按下去這個按鈕 那同樣也是通常是在就是你 你的病程是沒有辦法治癒的狀況下 就是你無可避免走向死亡 然後你的痛苦是難以承受的 然後你也其實沒有其他什麼其他的選擇了 那目前是在和比盧 然後加拿大瑞德還有美國六個州 這是合法的 那我們後來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那個組織他們窗外的風景 是一個阿爾卑斯山 然後大家可以一邊欣賞這個風景一邊聽我分享 那我們後來就是有繼續問盧磊說 那既然你們是協助自殺組織 那你們的主要業務是不是就是 協助你們的會員 就是執行這個得到這個協助自殺的服務 那你們的業務狀況執行得怎麼樣這樣 結果他跟我們說 不是我們主要業務是自殺防治 然後我跟韓文就心裡就冒了一個大問號 一個協助自殺的組織 為什麼主要業務是自殺防治 兩者之間不是很矛盾嗎 結果他說其實 其實不是 因為從他們立場來看 所有獨自去嘗試自殺或者是自殺的每一個數字 它都是一個悲劇 那他背後其實代表了那個人是在很 就是很身心狀況很糟糕的狀況之下 他獨自去嘗試這件事情 那不管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比如說跳窗啊或者是浮毒啊 或者是什麼不要過量啊 或者衝到行駛的火車面前等等 那這都是非常傷害自己 不但對那位嘗試自殺人來講是很糟糕的事情 就對他所愛的人來講也是非常痛苦 那不管他到底是救回來了還是他走了 這整件事情總是個悲劇 所以他們覺得說其實是他們想要盡量防止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那他們其實花了很多心力在做諮商還有轉介 那他會希望說人們打電話給他們 然後跟他們聊說你們現在到底是 你現在到底是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你會覺得活不下去了 不管是可能有的是感情上的問題 那有的是經濟上的問題 那有的可能是說他發現自己就是靈患癌症 他覺得很恐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這時候他們就會跟他們聊 然後傾聽他們的問題痛苦的來源 然後盡可能的把可以轉介出去的 就轉介到相關的機構 那他們獲得那個他們可以得到的一些幫助 這樣不好意思我喝個水 那接下來 那 就轉介之後呢 而且就算再怎麼糟糕再怎麼糟糕 就是還有Ding and Toss他們這樣的組織存在 就是說如果你是真的 就是狀況非常糟的話 譬如說也是通常是他們是接受那個 你的病情通常是病人啦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其他的狀況其實都是可以 想辦法轉介給其他組織然後獲得協助 那如果是你罹患了就是不可逆轉的病毒 那你有這樣的意願的話 那你可以就是先成為他們會員 然後經過一連串複雜的過程當之後 之後可以得到一個就是協助自殺服務的一個臨時通行證 一個綠燈這樣 然後他告訴我們通常呢得到這個綠燈的人當中 差不多有七成的人都會跟他們講說 OK 謝謝 然後就再也不聯絡了 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了 然後他說整體其實整體的執行率大概只有3%這樣子 其實那個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他說很多人其實只是知道說 OK 我有一個再怎麼糟糕都有一個緊急逃生門 他們只要覺得OK 有這樣的一個出口 那我就安心了 我好像就可以再繼續 carry on 我的生活這樣子 那這個是也是讓我們感到滿驚訝的部分 那我們那時候有問他說 你有沒有看有沒有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 就是你看到的一些比較你們想像中是比較好的 比較善的一個死亡 然後他說 他印象是有個同事跟他講說 有位以色列的女 來自以色列的女士 那他來的時候是整個家族大概三四十人跟他一起來 那最後呢他們是在他的床榻旁邊擺滿了那個白色的蠟燭 然後用希伯來語的歌聲送他最後一層 那他覺得其實這整個過程整個畫面是非常的美麗的 因為他整個所愛的人都用愛與支持送他最後一屆 然後他是很平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樣子 那他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後來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們組織的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他回答 關門大吉 然後我跟韓文又再度地冒出了一頭霧水這樣 怎麼會是關門大吉呢 因為一般組織就是不是都想永續經營嗎 像報導者我們也是想永續經營嗎 怎麼會想要關門大吉呢 那他的意思是說其實 假設有一天就是全世界都可以把臨終自由這樣的東西 納入他們的社福或者是健康醫療的體系當中 人們都有機會去選擇他們想要死亡的方式 那像他這樣的組織自己就沒有存在必要了 因為人們就不會需要Digentus提供這樣的服務 所以他自然就可以關門大吉了 那我後來就我們後來繼續追問說 那其實那到底就是瑞士當初是怎麼樣去討論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聽起來好像 這議題其實非常的深層然後複雜嘛 想要知道說他們社會在什麼狀況下去討論的 結果他說瑞士當初沒有討論這個議題耶 我說怎麼可能呢 他說其實是因為瑞士從19世紀政教分離之後 成為一個現代國家 自殺還有協助自殺 他就不再是法律上的罪了 所以他們社會當初並沒有去討論這件事 那後來尤其後來瑞士社會 他們又比較受到那個人文主義啊 還有自由主義等等的印象 然後他們整個社會還有法律是傾向給予人們 最大的自由和最小的限制 所以他們一直到1920年代的時候 他們才去討論 國會才開始討論說 協助自殺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要來規範一下 然後後來就是產生了刑法第115條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 他是出於自私的動機 去協助他人自殺的話 那他就有罪 那德國的狀況其實也比較是像瑞士這樣子 他們是從法律學上來看 因為就是法律上我們不法自殺 所以自然也就不法協助自殺 然後他們是從法律學上脈絡來看這件事情 可是在實際上 德國他們的醫師公會是反對醫生幫忙 協助自殺這件事 所以其實很多德國人 他如果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是會跑到瑞士去 請瑞士的組織幫他們做這樣子 那其實世界上大部分的醫師公會 也都是反對的 那這是德瑞在法律脈絡下 那另外 另外一些國家呢 就是剛剛提到的 譬如說和比爐啊 加拿大還有美國等等 他們是在比較 疑病脈絡下去討論這件事情 那主要是因為說 我們近代的維生醫療嘛 比較發達 我們可以用機器啊 還有罐子 然後去延長 人類的生命這樣子 不管說 可能就是讓他撐在那邊 還有一口氣 或者是讓他心跳還繼續跳 可能也沒有去考慮到說 他的品質到底怎麼樣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一些世界上有一些公民社會 就開始討論說 我們延長的到底是生命 還是我們是延長那個死亡的過程呢 他們就開始討論 然後是不是可以在醫療的情境下 去協助病人加工理事 那討論的結果是像和比爐 還有加拿大還有美國六收 他們是覺得說可以協助自殺是OK的 那像那個 我這邊圖是 左邊是藍色部分資源安樂死 右邊是協助自殺 那那個 剛剛講到就是 包括和比爐還有加拿大 他們同時也是可以要求醫生實行安樂死 在一些比較極端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現在回到台灣一下 台灣其實目前比較有提升到公共層次討論 討論那個安樂死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有辦了一場公廳會 但可能很少人知道 那主要是有一個嘉義的退休老師 他叫做賴台生 他那時候跑去那個國發會上面的 有一個政策平台 iVoting平台 他上面去提案說要安樂死合法 然後就有大概三千多的人覆議 然後後來那個衛福部就不得不 也在那個網站上去回覆他們說 OK 我到時候會召開公廳會這樣 那在公廳會上面 其實我們去看那個會議紀錄 主要是有兩方的在拉扯 那一方是生命自主至上的方 然後另外一方是生命價值方 那生命自主這一方會覺得說 我人要活得有尊嚴 一定是我擁有我的自主權還有選擇權 否則我就沒有辦法很有尊嚴的活著 那一旦我在一個窮盡任何辦法之下 我都沒有辦法脫離這樣的病痛 為什麼我不能選擇死亡呢 那生命價值至上的一方會覺得說 每個生命活著 只要活著就是有價值 那我們怎麼可以去扼殺 每一種奇蹟發生的可能性呢 那像是支持這一方的 像是有那個中正醫學大學的戴珍珍老師 他就會覺得說 其實荷蘭很多病人 他其實是還可以繼續活下去的 那他為什麼就會先終止了他的生命 這樣無疑是浪費了一條寶貴的生命 但是像支持那個生命自主 像那個提案人那位賴台神 他就會覺得說 以他來講 他是一個喜歡趴趴走 有利各國人 若是他有一天癱瘓了 他就會覺得那我不要活了 然後他就說 他希望就是他老婆 就帶他去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然後就把他推下去這樣 然後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這樣對你老婆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傷害嘛 他說不用管那麼多啦 重點是我想死就讓我死 那他的看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覺得說 台灣上 台灣這邊在討論安樂死的時候 好像是比較 就是比較 有一點浪漫的想像 沒有去想說 我們如果真的要再 讓他合法的話 那在法律上的話 就是要好好的去規範 因為必須要照顧到所有的 包括病人 然後 還有醫療人員 還有所有人 確保他們 在這個法律的範圍之內 他都是安全無語的 這才有可能成為 實踐實行的一部分 但好像目前大家對於 安樂死的想像都是比較 比較聽得到比較浪漫的層次 比較少去想說到底要如何實踐 那我的部分差不多是這樣 接下來韓文會 分享我們目前台灣的狀況 我想台灣為什麼 就是台灣樂死 大家會有一種浪漫的想像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 剛剛子欣有說 瑞士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個人主義 它受到啟蒙主義的影響 還有個人自由的影響 所以死亡是 生跟死是個人的事情 但在台灣 它死亡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它是整個家族的事情 就是我們到底該怎麼看 那韓文這一次呢 他就先自己嘗試做了 預例遺囑這件事 叫做Advanced Care Plan 也就是我們在病人自主權利法要實施的時候 病人 你看我們每一個人 你看我們每一個人 他可以先做這個ACP 然後去確認說 我到零終的時候 我哪些治療無標 然後去確認說 所以韓文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到底現在病人自主權利法 這個第一步 以病人為主 為中心的法律 它不是跟 它跟醫療法 它跟醫師法都不一樣 因為那個是以治療為 積極治療為主 然後以醫師為中心 這個病人自主權利法 它是第一次把 善終這個概念放進來 那以病人為中心 真的能夠讓我們好好的善終 尊嚴的死嗎 然後你也可以分享一下 你ACP的經驗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們要從國外回到台灣 其實我們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很有趣的巧合 就是我們在寫稿的同時 就是瓊瑤他也同時發佈了很多相關文章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先發了一封寫給兒子跟媳婦的信 然後系列說什麼我不要 我應該要先 就是包括他說 不要送我進加護病房啊 不管什麼情況都不要插鼻胃管 然後不要什麼管子 妙管 呼吸管什麼 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等等等 然後後來他就是發了一系列的文章 又包括說他要倡議安樂死 如果他可以去瑞士更好 然後後來他也就是又寫了 他跟他丈夫生病臥床的故事 然後包括他跟他丈夫的孩子們 就是如何爭執 到底要不要插鼻胃管這件事情 那當然今天我們在這裡 其實是不能談論 當然不好談論瓊瑤他的家務事 但是其實可以仔細發現 就是他談的每一個面相 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在台灣社會 其實好像卻是一個禁忌 好像這件事情翻出來 談是很傷和氣或是很不好的 那可是這些面相之所以這麼重要 是因為其實台灣在明年 2018年我們就要正式變成一個 就要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就是說65歲以上的人 會超過14%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大家就一定 開始不能避談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們就覺得說 這樣時間好像也到了 是一個可以好好談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其實就是死亡是一個大家都必經的過程 所以如果你不談也是很奇怪 那我們這次採訪的時候 就會採訪了一直倡議安樂死的副達人大哥 然後還有剛剛子晶說的嘉義的那個 退休老師來台生 那就會發現說 之所以會有這一波想要協助自殺 或是安樂死的這個聲浪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都經歷過一些身邊家人 最後就是在醫院裡然後過著很 就是所謂剛剛可能說的那種臨遲的日子 讓他們對於這樣子的狀況感到非常的害怕 那因為其實台灣現在目前就剛剛學律說過 就是我們平均臨終前臨床時間是長達7.3年 那其實大家想想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說 因為也許你照顧一個永久的植物人 他一個月可能都要花4萬以上 那就會變成是他對於可能病人本人 或是對於病人的家人都造成一些就是很 就是都是一些折磨 那基本上因為台灣 這可以反映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個醫療發達國家 我們有很多很優秀的醫師 那當然這些醫師如果在你出了一些意外 可以幫你救回來的情況下當然就是 是美事一件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救的其實是一些生命 就是慢慢在關機 他身體已經在關機 或是他就已經真的要走向死亡的病人 那這個對他來說是不是其實就不是一件 可能就是造成他更多折磨與痛苦的事情 那其實就如子欣剛剛說 就現在台灣當然是沒有這種加工善終的選項 所以我就想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台灣目前有的跟自然善終有關的選項 那其中一個就是我們2000年 就通過的安妮緩和醫療條例 那安妮緩和醫療基本上它是針對末期病人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用比較全人的照顧 然後讓他在可能生命已經進入不可逆的末期的時候 然後可以得到就是比如說 安妮緩和治療 舒緩的照顧等等 那目前我們可以做的其實就是簽 預立安妮緩和醫療 即維生醫療醫院書 但是目前其實也才簽了42萬人 那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們經濟學人在幾年前就做了一個報告 那台灣的安妮緩和醫療其實在全球是排名第六名 然後就是亞洲還是第一名 可是其實實際上很多人應該都不是很清楚 安妮緩和醫療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監察院前一陣子也公布一些報告 認為說其實台灣的安妮緩和醫療服務 還沒有那麼普及 品質也還沒有那麼穩定 那其實你要好好照顧一個病人 其實是需要一整個團隊投入下去 所以他其實也許沒有帳面上想像的那麼漂亮 但因為這一塊是孫主任的專長 所以我們待會再請他就是繼續深話講這件事情 那我今天要講的比較像是我們這次專題裡講的 2019年他即將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 那這個就是這個病人自主權利法通過之後 其實對象就是包括所有廣義所有的台灣人 就基本上你只要是具行為能力的人 你都可以擁有病主法給你的權利 在某些特定的臨床條件之下 然後我就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病主法可以幹嘛 就是我 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們病主法給了大家的一個權利 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先做 大家看得到嗎 好ACP就是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這件事情 也就是你可以去跟醫療 就是申請跟醫療團隊去講說 如果我今天落入五種情況 就是不可逆的昏迷 末期病人 永久植物人 極重度失智 跟五種就是衛福部 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的那幾個病 就是如果進入那樣子的條件 那我是不是還是要做急救 或是我要不要做 比如說擦鼻尾管啊 擦各種維持生命的治療 那你在做了這樣子的 在醫院做了這樣子的ACP 就是我這次去做了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之後你就可以 列下你的 玉力醫療決定 也就是那個AD 那你就是可以 就是把它勾一勾勾一勾 然後先確保說 如果以後我進入了這樣子的狀況 我就可以補藥這些醫療 或是我要哪些 我不要哪些 那這樣子 就是 這是整個病毒法 就是可以讓病人做 就是給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因為目前這個其實是 因為2019年才上路嘛 所以它是在 等於是孫主任在的是聯醫 目前在做釋放 然後也有七家在做釋斑 好 應該說 為什麼會覺得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其實病毒法 它的那個最主要的精神 其實是讓病人有知情選擇 跟決定的權利 就是你要知道說 我進入到某些特定的狀況的時候 我到底可以有哪些選擇 我可不可以不要就是 就是如果突然間中風了 或是我有意外 然後我進入不可念混迷 卻都是家人來幫我決定 它是一個有點像是 你自己病人要奪回自己權利的一個概念 然後像 本來會來的尖書 它就是在 是聯醫做了很多場ACP之後 它就有一些很奇妙 很特別的感覺 就是除了在ACP裡面 我們談的不只其實是醫療 它常常會 把家裡的那種恩怨情仇 或是不滿 全部都繳出來 所以它就說 它那時候 參與的幾個ACP 有人就是 子女就會在上面想說 那個 以後電子碗簾到底要怎麼掛 或是說 那個 我想要幫爸爸葬椅放西月 然後可是有人 兒子卻說 我想要幫爸爸葬椅放國月 等等就是這種 其實 恩怨情仇的事情 都會被繳出來 然後 我聽完以後 我就跟 就覺得說 欸這個ACP好像還蠻不錯的 所以我就跟 娟叔說 那我可以做嗎 然後我就 我就拖著我的全家人 就也來做了 這個ACP 所以這個是我 中間是孫 剛好是孫主任幫我做這個 然後旁邊那個是我媽 然後剛開始 因為我就想說 這好像是 談一個很沉重的議題 然後我想說 都是在講說 如果我今天 進入不可逆的昏迷 我要不要 就不要擦鼻胃管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本來以為 我會哭的就是非常非常慘 結果到最後其實 整個過程還蠻 莫名的還蠻歡樂的 然後 因為像我弟 我弟他就是呈現一個 一直在有點狀況外 他就一直說 什麼 所以你這樣就不要救了嗎 就是 那你不會 鼻胃管你就餓死了嗎 或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 他是到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這次已經在講 你生命可能很最後的那一段 你要怎麼對 就是掌握你自己的尊嚴 然後做 對自己好的醫療決定 然後他一知道是 原來是最後那一段 他就說 喔好那我全部都不要 所以他就剛 也很阿薩利 就是立刻 牽了他通通都不要這樣 然後 我本來其實最擔心的是我媽媽 因為 我們在家裡其實 平常不太會談這類的事情 所以我 而且我原本覺得他是很排斥西方醫療 就是可能被見證嚇過或怎麼樣 所以 可是反而他在當下 是超級超級堅定的 就是 把他一個一個把它牽完 他就說 嗯這個東西 應該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 我覺得這一段說我不要這樣 然後我爸那天其實也有去 然後他就意外地講了很多話 然後也跟孫主任講了很多 以前爺爺奶奶就是如何 就是離開的一些故事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很多時候是 你以為在家裡不能談的 事情其實搞不好沒有那麼不能談 那 我覺得ACP這樣子的場合 他提供了一個還蠻好的機會 是讓家裡本來不能說的東西 能夠在這樣子好像很正當的 醫療的這個情境下被講出來 所以後來就 我根本就沒有 也沒有大哭 就是超級歡樂 然後因為我有做功課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大家知道 裡面大概在做什麼 所以我從頭到尾一直關心 就是鼻尾管到底會不會讓我很餓而已 所以 因為我本人是有一點害怕飢餓 所以就問了一些就是很沉的問題 但我覺得那個狀況很好是 你一定對於比如說鼻尾管 尿管什麼都很不理解 但是在尿的場合 你可以很放心的 就跟醫師們溝通說 那些 你可以就問那些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知道你在最後 到底會碰到哪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2019年 就是通過以後 其實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去做那個ACP這樣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回到瓊瑤 他我記得就是我之前參加那個孫孝之老師 他們辦的病毒法的種子教師培育的課的時候 他們有把當時這個瓊瑤寫的這一段拿出來討論 然後其中一個大家可以看一下是 第四點 從上一條不論什麼情況 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種微生的管子 尿管呼吸管什麼都不行 可是他們當下其實討論就說 老實說有時候尿管放在比較辛苦的病人身上 其實是幫助他排尿 他如果不插他尿就都排不出來 其實會更慘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就是其實你如果有機會可以跟醫師 就坐下來好好討論這些事情 會比你自己就是想像的那種被醫師臨遲的狀況 然後說為什麼都不要會來得更好一點 所以我們就之前他們就也在建議說 就是希望瓊瑤阿姨之後 上路以後可以去做ACP 然後一方面是他就可以把他的兒子跟媳婦 就是二等親一起叫去 然後大家就可以彼此只叫信義 他就不用只是寫一封信 然後就是我告知你們 我以後這些都不要 那一方面是這個也沒有法律效力 二方面是他也不知道其實他兒子跟媳婦到底怎麼想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你做完ACP以後 做的那個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的醫療決定 其實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 它可以預防你所愛的人受苦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說我們什麼時候會 可能被也許被車子撞到或有意外 變成了植物人 你再也沒有辦法表達你的意願的時候 那這時候很常是你病危了 那是不是都是你的家人要幫你做決定 那就是其實家人要幫你做救或不救 這樣子的決定是非常非常艱難的 所以就是會覺得說其實很推薦大家去做這個 然後現在我比較擔心的是 也許等一下孫主任可以回答問題是 所以我比較怕的是等到真的上路之後 就是大家都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很花時間 我們做一次可能花一個多小時到兩個小時 然後我比較怕的是就是要嘛就是大家不去做 或是沒有辦法有那個意願沒有辦法有那個動能去做 那就是我覺得希望說如果大家都有這樣子的意願去做 也許可以撐出一點空間這樣子 最後就是因為善終其實不是理所當然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自己死了就死了 其實要能夠好好的死是需要爭取的 謝謝 好 謝謝韓國長 那個其實想到死亡大家都會很恐懼 我覺得有時候反而是我們可以很自然的決定 就是說我要不要接受 可是反而是在自己最愛的親人的時候 你會很擔心他是不是受苦 其實我自己很想問孫主任就是說 我最近大家都在講鼻胃管嘛 尤其是全王這個事件以後 事實上我自己有觀察 在末期的患者 他們是沒有飢餓感的 所以韓國剛剛說 因為韓國很愛吃 我們常常在那個辦公室裡面就要吃最多 那末期病人到底有沒有飢餓感這件事情 也就是當我們覺得一定要 這個我不曉得 我也是提出來 當我們覺得一定要插鼻胃管 他才能夠活下來的時候 究竟病人的飢餓感跟活著的人的飢餓感有沒有差異 那如果說這件事情沒有被討論的話 我們永遠會帶著一個非常愧疚的心 在幫我們的家屬 就是幫我們的親人決定 到底要不要插管這件事 那剛剛在之前有跟孫主任聊 他說 因為像我們很多朋友腎臟的問題 就是媽媽阿姨 那通常對於腎臟科的醫師來說 他說病人是沒有末期的 病人只有晚期的概念 也就是我只要換一顆腎 我只要洗腎 你是沒有末期這件事情的 但是你們可以想一想 當一個人沒有末期 他可以透過非常進步的醫療 在微生的時候 我們到底是維持了怎麼樣的生命品質 所以我想現在請孫主任跟我們聊一聊 從一個醫生的角度 那醫生過去的訓練都是要介入 要治療 要求生 那剛剛有一個朋友是說 現在從大醫開始 已經慢慢告訴大家要怎麼放手 所以可能不同世代之間 開始對於生與死有不同的學習了 那我剛剛有問孫醫師說 他為什麼願意走出醫院 願意去做終止治療這件事 我想跟他的背景很有關係 他是一個台南小孩 過去在高雄縣 他做了21年的 是在衛生所 衛生所 他要幫人家相驗 死亡相驗 他要開死亡證明書 所以對他來說 可能那個經驗很不一樣 他對於生與死的概念 可能跟一般的醫生的想像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想說 我們現在就歡迎孫醫師 謝謝 我本來大家在介紹的時候 我最怕聽到就是說 我今天是要來聽黃聖見的 本來想說快要結束了 就最好還是聽到了 今天說說真的 這一塊安寧反而這一塊 我們大概整個 台北市醫院的幾乎所有的人 大概都是見書帶出來的 也就是說他兩年前 104年開始到我們醫院來以後 他開始在推 那我們大概開始來接受這一塊 所以你如果103年前 問我這個問題的話 我的回答可能跟你現在不一樣 我想最主要是說 為什麼 我這樣剛才講 剛才大家談了很多問題 有時候大家可能都會忽略掉一個 一個重點 就是說 不管是安寧反而條例也好 或者未來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也好 他都有個先決條件才能啟動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 安寧反而條例他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末期病人 對不對 要經過兩個醫師判斷 他是末期 這個才能啟動 那病人自主權利法呢 要經過兩個專科醫師判斷 而且要經過兩次的安寧會診 他符合五種情況 末期的以外 還有一個什麼 永久植物人 還有不可逆的昏迷 還有急重度的失智 還有衛生福利部他們公告的一些情況 這些五種情況他才能啟動 所以不是說你今天簽了這個以後 我任何時間都可以用 比如說你簽了這個 但是你被車子撞到了 送到急診室去說 你簽了這個那我就不理你了 讓你痛到死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個觀念 這兩個不管你簽了 或是未來簽的 一定是有它的啟動條件 你要符合這個條件才能啟動 而且這個條件是相當的嚴苛 說真的是很嚴苛 為什麼會有病人自主權利法 一個安寧法的條例不夠嗎 因為它比較嚴苛 所以他就一定要再需要這個東西 我想孫老師的助理應該很清楚 為什麼要怎麼 比如說王曉明 王曉明他媽媽可能對幾個年輕都不太 年紀大一點可以知道 一個植物人的女兒躺了四十幾年 對不對 那他這樣照顧 對他來講是個監牢 那搞不好我們在臨床上看到很多人 結果是什麼 躺的人還沒有走掉 就照顧的人先走掉 這個都有碰過 所以像這種基本上就是 除了末期以外 還有一些條件可以啟動 所以病主法它設計就是說 病人自主胎可以有拒絕醫療的權利 並不是說我現在生病了 你要幫我洗腎我就一定要接受 並不是這樣 我有拒絕醫療的權利 這是一個條件 那剛才也提到說 其實為什麼會有比較大的問題在於什麼 因為剛才講要兩個醫師判斷是末期 萬一沒有人幫你判斷 業力幫你判斷末期 即使你很痛你很不舒服 你還是沒有辦法用安寧法的條例來適用 也就是說這關鍵點是兩個醫師 這兩個醫師很簡單 世界上這麼多醫師我隨便找 但是這個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醫師的養成 我想這裡有很多是跟醫療相關的 在整個醫護的養成裡面 都是指教什麼 你怎麼去判斷疾病 你怎麼去救人 你怎麼去讓他恢復 都沒有告訴你說你什麼時候該放手 你什麼時候該放下 讓他舒服的走 直到了至少國內 大概去年開始台大 他們從一年級新生開始有這方面的 那今年陽明這邊也有 那後來很多學校 開始有這方面的人文的 生與死的課程 那慢慢的談到這個以後 你才知道說 醫療是有極限 即使你再多的醫療 再好的醫療 都不可能克服 所以這個最主要的情況就是說 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因為是醫療有極限 當你目前的醫療技術 沒有辦法去克服這個疾病的時候 你還要去針對疾病一直做治療嗎 還是該讓他採取一些積極的去控制他的症狀 讓他最後這段時間能夠很有尊嚴 很舒服的離開 這個是重點 只有在安寧緩合醫療 就是對於末期的疾病 那如果大家這樣想的話 那安樂死是不是 大家想看看安樂死是不是 剛才講的安樂死 其實就是這個 安樂死 就是你自己本身想要死 但是別人用他給你的藥 給你的東西讓你死亡 對不對 這叫安樂死 那另外協助註殺 就是說我醫生開了藥給這個人 但是醫生不幫你處理 你自己去處理 就要協助註殺 這其實在很多國家都有 那為什麼我們國內都沒有 基本上還是倫理的議題 這個還是很難 每次討論這個東西 到後來 即使徒達人大哥 他這一陣子一直在大聲疾呼 但是在討論到倫理議題方面 大家可能比較會忽略掉 就是說 醫療人員從小的養成教育 就是要救人 所以今天 你讓他協助你自殺 協助你死亡 在這醫護人員心中 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 Ut feeling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搞不好他做了這件事以後 他就不想再做醫生 他就離開了 這個其實都有可能 其實在每一個病人的心中 每一個醫護人員 對每一個病人來講 他的心中其實都壓力是蠻大的 剛才我們主持人說 我都到家裡去看 好像我變成有點冷血一樣 其實我們把每一個病人 當作我們自己的家人在照看 在照顧 我們盡量的 讓他在最後這段時間走得比較舒服 不管他跟我們的言分是 只有一天兩天甚至一年兩年 基本上我們都希望他 當作是我們自己的親人 所以我們曾經 東南亞的一些醫學院的老師 帶著一些教授來訪問 他們認為說你們聯合醫院在做這個安寧 為什麼連商禮都要去 他們認為說 他們國家認為說 我們去商禮就代表什麼 有醫療糾紛 你自己心裡有覺得有醫療糾紛 不好意思可以趕快去拜一下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但是他們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跟照顧他們一陣子以後 我們就跟家屬就好像變成 類似一個很好的朋友 而且甚至有的時候 久一點甚至有的類似他們親戚一樣 然後我們很尊重 每一個讓我們照顧的病人 因為他是我們的老師 是生命的老師 生命的老師 甚至有的時候我們去照顧他 我們不是用醫療的行為 而是用照顧生命的想法去照顧 照顧生命 我最近就有一個個案 可能天下雜誌有出來的 一個個案跟黃總就去做 那個個案他是90幾歲老奶奶 他是大腸奶 然後肝臟轉移 在醫院他醫學中心給他 讓他說他不能開刀 就標靶治療 吃下去以後就開始全身不舒服 然後他的兒子就說那就不要了 然後他就來找我們 那我們就開始到家裡去照顧 從頭到尾我們都沒有用任何藥 他本來還有因為他說獅子症很厲害 所以他就給他用貼片 治療獅子症後來想說好像也沒有什麼效果 就乾脆連貼片都不要 那我們去世做什麼 我們去跟他陪伴他 然後跟他按摩 然後看看他 然後甚至做一些回顧 生命的回顧 拿一些照片讓他看 也是這樣子 反而我們跟他的家人 他沒有請外傭 他是他的媳婦跟他的兒子在照顧 反而我們在注意他們的身體 血壓高的要提醒他 因為他有時候要抱他的婆婆 所以他腰受傷 我們就告訴他要怎麼樣去 我們找我們的護理治療師去告訴他 怎麼樣去搬應病人 從頭到尾 在醫學中心告訴他 大概最多三個月 我們在家 總共照顧了將近一年又十個月 沒有用任何藥物 沒有用任何藥物 他有一個兒子在澳洲當醫生 他回來的時候 正好黃總跟你講也去家裡 他真的就是說 在澳洲 澳洲其實他們的經濟血冷的評比 是比我們台灣高 澳洲他們安年做得比我們好 他們說我們這樣的做法 連他們在澳洲都沒辦法達到 也就是說我們是用意介入他的生活 去守護他的生命的態度去照顧他 以病人為中心 當他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積極地去治療他的身體的症狀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他的疾病 因為他的疾病是不可逆 以目前的醫學沒有辦法治療 如果可以治療我們當然就把它治好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今天的疾病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才只能讓他在最後這段期間陪伴他 然後讓他能夠尊嚴地離開 那所以大家要了解說 安寧環兒最主要的 並不是去處理他的疾病 比如說我們曾經看到一個病人 他是子宮頸癌 他的副作用就是他的陰道跟大腸有螺管 所以他每次上廁所的時候 就有一些大便從陰道跑出來 他很難照顧生活品質很差 而且他那個子宮頸癌已經轉移出去了 等於是末期的病了 那這時候很多人都說那就是開刀把它拿掉 但是以一個九十幾歲的人 可以忍受這樣子的刀嗎 那我們後來是怎麼樣 用簡單的電療 把那個螺管把它密合起來 電了幾次螺管密合起來 是不是他上廁所大便就不會從那邊出來 他的生活品質有沒有改善 所以基本上安寧癌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要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甚至讓他的死亡品質比較好 什麼叫死亡品質 死都死了還有什麼品質 沒有死亡還是有他的品質 比如說你從一個加護病房出來的 大概都是插滿了管子 甚至還插了一個呼吸管對不對 然後那個氣球這樣擠回家 回到家就拿掉就死掉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的人 你如果真的去看 跟他平常的會不會一樣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103年的時候我的祖母往生 103歲 那時候想說已經那麼老了 他就吃不下 那我們就說好 那就一天不要插管 那一天就掉一瓶點 500cc 維持一下好了 結果一陣子死掉了 路練的時候呢 我在親戚來家裡 大家來看 看一看 這是阿嬤嗎 我說為什麼不是阿嬤 阿嬤瘦瘦小小 怎麼現在都這麼腫這麼胖 我那時候才第一個想說 一天500cc 對要臨終之前的病人 太多了 所以他就開始腫 接著呢 沒辦法吸收喘 所以他就開始喘 所以後來 難怪後來還用氧氣 本來說還要插管 就是什麼 即使500cc 對我們來講 兩杯一天 可能都 一下子就喝光了 但是對臨終的病人來講 都沒辦法承受 所以我們曾經有個個案 他大概11天 都不吃不喝 他女兒很擔心 都不吃不喝 怎麼辦 要不要打點滴 要不要擦鼻味管 那我們一直跟他講 你鼻味管擦下去 對他沒有幫忙 而且會讓他更喘 奮腫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 鼻味管什麼 根本都不必吞 對不對 就直接掛 那病人能不能承受 你插在那邊管子 他當然只能被動的 被你灌東西進去 所以他不能吸收 結果怎麼樣 就開始腫 開始喘 後來他進進去了 那其實我們人 到後來要開始關機的時候 每個系統在關機的時候 我們腦內會產生比較 讓我們比較舒服的 類似馬灰的物質 那種物質 你會覺得舒服 不會覺得不舒服 不會覺得疼痛 但是如果你太多水分的話 這些就不會產生 所以你反而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到末期病人 開始在關機的時候 各個系統在開始關機的時候 有時候太多的東西 對他來講都是多疑的 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是肺腺癌 然後也是做過標靶 結果後來又擴散出去 到整個腦部 大大小小都是腫瘤 然後他跟兒子 就只能眼塵這樣動 都沒有笑 沒辦法笑 然後講話也都沒辦法講 那我們就是 也沒有用什麼藥 也是這樣去陪伴他 然後呢 之後就聽到他女兒說 他有 以前有假牙 他有裝 因為老人家嘛 全口假牙 希望說走的時候 能夠帶著假牙 但是大家如果知道 老人家一陣子沒有裝假牙 能不能裝得下去 裝不下去 所以呢 我們適合幾下沒辦法 我們就請我們牙醫師 專門去幫他處理 當場修幫他裝上去了 就很神奇的事情 裝上去以後 那個阿嬤真的笑了 他女兒說 從他生病以來 這幾年來都沒有看他笑過 裝了假牙以後就開始笑 而且那一天 他就一直好像跟他講話 因為他已經 腦部都已經受影響 所以一直講的話 他都聽不清楚 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他就很高興一直在講 他女兒連到晚上要睡覺 抱著他 他還是一直在跟他講話 你看一個假牙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 好像沒什麼 但對這種臨終病 他的感受就不一樣 所以我們常常 即使我們醫療的人 也是常用我們正常人 去看正常人的情形去 去看這些臨終的 其實這是會有問題 但是這個也是我們要學習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醫學院的養成教育 沒有人教過這些東西 曾經有人問說 你怎麼知道要死的人 要死的人他死前沒有水會比較舒服 有人曾經在一個FB上面問 就因為有人提出來說 這樣透水會變他比較好 但是有人就提出來 你又沒有死過 你用觀落音嗎 還是用什麼方式去問的 但是其實基本上 人家都有做過一些研究 當然這個很多研究都是從觀察來的 大數據的觀察來的 所以大家要記得這個 這個病人住室前例法也好 或是安寧婉的條例也好 他都有一個啟動的條件 就是他是一定要兩個醫生判斷是末期 當然末期你說癌症末期大家會不會判斷 癌症末期比較簡單 你只要轉移出去大概都是末期 這比較簡單 所以為什麼安寧婉 最早的安寧婉都是腫瘤科病人 醫師在做 因為腫瘤病人最容易判斷 那其他的 包括剛才的影片中的劍動人 還有後來的什麼 心臟衰竭的 或是中風以後 或巴金森以後的 甚至我一個病人 他是武道症的 很多種疾病慢慢才加進來 這就是因為這些不是癌症 你要判斷末期有他的困難性 一個甘蔭化的病人到什麼程度才叫末期 這個其實連醫生都很難判斷 包括剛才主任講的說 腎臟不好算不算末期 那腎臟科醫師說不是啊 因為他只要換個腎就好 就可以繼續活 所以他叫晚期 他不叫末期 總瘤科醫師也是常常講說 我只要把他做個化療 他就可以一段時間了 所以他的病人只有晚期沒有末期 所以當醫師不給你判斷末期的時候 你這個條例就不能去啟動 這個是現在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一塊其實醫界一直也一直 為什麼要從現在醫學院開始教這些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會出這些問題最主要是溝通不良 因為醫療是極度的不對等 知識不對等 我跟你講的話 你們聽到腦子裡面 你們想到的是跟我講的一樣的意思 這個就是醫療不對等 也就是現在一直在世界各國 慢慢開始來講的叫做literacy 就是我講的你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 常常但是很 你會發現很多醫療人員跟你講的 都是用他習慣的語言 所以你聽到的 可能感受到的跟我講的表達意思 是不一樣的 結果等到考了問題出來了 一有爭執了 就是說醫生你沒有這樣跟我講 一些植物人的家屬常常會講說 你也沒跟我講說 救回來會變成植物人 如果變成植物人我就不要救 這是什麼溝通不良 所以其實基本上 基本上這整個問題其實 除了醫學人文的培養以外 我們在培養年輕的醫師去做溝通 你這個溝通越順暢 大家對用溝通越好 當然就比較不會有這些問題 醫真醫鬧也比較不會有 所以基本上不管我們照顧病人一天 或照顧病人一兩年 基本上我們都在做溝通 做溝通 比如說大家想看呼吸器 在醫學中心沒有辦法把那個氧氣罩拿下來 他回到家有沒有可能把它拿下來 很難 對不對 你醫學中心一定要照著這東西拿下來 就會有困難 那麼多醫護人員他們都拿不下來 回到家可不可以 我們就做過 但是這個要雙方都有呼吸 要做很久的溝通 所以這個基本上很多東西都出在溝通不良 那這溝通最主要是因為 醫學知識不對等才會產生的 所以今天不管是病人注入權益法也好 或者是安寧管的條例也好 最重要是大家要有一個溝通的管道 而且能夠很誠意的去講 大家很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曾經聽到很多醫生跟我們講說 死的人不會告我 但是活的人會告我 所以他寧可照著活的人的意思 他不敢照死的人的意思 但是這樣子有沒有辦法保障 這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病人注入權益法跟安寧管的條例 在末期病人保持一樣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在於說 安寧管的條例你只要簽一簽 有見證人 這個就成立了 但是簽完你到底簽了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曾經去問過很多歐巴桑 歐利桑 他們很多簽了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甚至有人簽了隔兩天又回來 這個還我 我兒子說我碰到詐騙集團 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簽了什麼東西 講不清楚 但是這個病人注入權益法 他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在於這個諮商 就是這個ACP 這個諮商的過程 讓要來簽的人 還有他的家屬 知道這整個過程來龍去脈 他的優缺點在什麼地方 你可以做哪些選擇 做這樣的溝通以後 所以坐下來決定 大家都很清楚 不然我問過很多老人家 他們簽完以後家屬都不知道 不知道 結果等到真的他暈倒了 怎麼辦 還是被插管還是被電擊 那像病人注入權 他就比較能夠免除這些問題 那我想今天可能很多人來的 要做報告 可能不見得會有 但是其實這個很多時候要 因為大家來的目的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等一下可能藉著發揮 我們再做一些比較多的說明 謝謝孫主任 真的我們剛剛一開始也講說 很多人對安樂死 是為了聽安樂死來對不對 那我就突然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中 我想到就是 大家知道在外國執行死刑 我們現在不要講醫療 執行幫犯罪的人執行死刑 其實是四個開槍手 而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四個開槍手裡面 他們拿的槍只有一發是真的子彈 其他三發是空包彈 那為什麼呢 就是要減少開槍手 他在執行死刑的時候的負擔 那你想想 對於一個已經犯罪 他要被處死的人 執行死刑的人 都會有這麼大的負擔 更何況是在醫療院所 當我們講安樂死的時候 譬如說賴台生仙 他說沒關係 你就把我推下去 可是對於那個要推下去的人 他心裡是怎麼樣的負擔 那如果再大家想一想 日本不是有武士道嗎 那武士道大家知道 那個切副以後 要有一個戒錯手 那戒錯手 你想想看 那樣是要一個 怎麼樣心理素質的人 才能夠去幫武士道 在切副的時候 減緩武士道切副者的疼痛 那我覺得剛剛 孫主任有講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 其實安寧緩和醫療 我覺得是 一個有大愛的人 才會願意去做 他不是因為目睹 可以輕易地目睹別人 而是他會顧慮到 每一個患者 他會體貼每一個患者 當下的需求 其實我們現在鼻尾管 插管的比例非常高 但事實上鼻尾管 是可以 就是如果我們醫療資源 是夠的話 我們可以慢慢用 流質的東西 不斷的在每一口的時候 提醒他說 阿嬤你現在要慢慢吞 我現在是餵這一口 你是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讓他去習慣自己吞嚥的 可是因為我們必須要有效率 在所有醫療院所 反正每個人都忙得上熱鍋上螞蟻 所以為了有效率 而去說 你就插管吧 那在病人家屬 以及病人不知道的情況下 都以為這是唯一的方法 我們並沒有被告知其他可能的選擇 這個是目前醫療體系裡面最大的問題 那我現在把時間交給台下的你們 有沒有人要針對他們三位做任何的提問 我們一次蒐集三個提問好嗎 這邊的女生 然後後面那一位 然後還有這邊的男生 然後下一輪給你好嗎 謝謝 就是我想要問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是 ACP要去哪邊就是可以申請資訊 然後現在台灣有這麼多醫療資源可以去執行這件事情嗎 因為我覺得好像ACP是要花很多時間去做一些很 可能醫生覺得浪費時間的事情 對想了解這方面這塊 好 待會請那個孫主任來說一下 然後中間那個男生不好意思 在你右後方的白色衣服是你嗎 你剛剛沒有舉手 那我看錯了 好那就是後面的那一位女生 剛剛是不是這邊還有一位對不對 你嗎 好那待會第三位謝謝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我看這個法的發展是有進程的 就是有2000年 2000年是病人 安平法合理 然後再來是2019年病人自主權利法 那我是想問說 去年我看一個法國電影 就是一個年紀很大的89歲的老奶奶 她就是不想活了 她覺得我很累了 我覺得以後我們 我比較務實啦 我覺得我們這個年代應該會碰到這樣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 只是活累了就可以試試看這樣 就是我我89歲 我連穿件大衣都很累了 那我可以選一個日子 然後結束我的生命嗎 就是這樣子 我想問這個法律有沒有機會 修到這個程度 謝謝 目前在那個 只有瑞士是接受外國人去安樂死 其他國家都只能只是當地的那個國民 有一位在那邊 有點巧合的是也有承接到這樣子 我想要問的是說 剛才說末期的定義啊 會不停的變動嘛 那那個法律的那個啟動條件 又是兩個醫師這樣子 所以那目前的話有沒有什麼會議是去定義這個末期 就算他是一直變動的 那末期的定義是由兩個 就是一團醫師去決定 還是醫師也要跟民眾去決定這樣子 就覺得他好像沒有很正式 好 好像都是孫主任那個 我乾脆不要坐下來 麻煩你了 OK 第一個 ACP這個是一個新的東西 他的諮商當然你剛才講 因為現在目前 目前大概組成團隊 大概就是一個醫生 一個社公司 然後護理或心理 但是這還不是最後的定案 就是說這個還有很多 大家還在討論 在嘗試哪一種組合最好 也不是說最好 最主要是說讓民眾 來諮詢的民眾 能夠得到他所需要的資訊 諮商他要的東西 那當然這個為什麼 我們要一直做這方面的推廣跟演練 就是說我們需要弄出一個 類似一個SOP 那如果另外一點 如果民眾對這個知識 普遍都有認識的時候 你進到這個process就比較快 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 我要從頭開始講起 這個真的一個小時 絕對完成不了 所以我們大概目前的做法 是我們先做一個 類似一個心願手冊 讓他去知道說 介紹這個ACP是什麼 他至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以後 然後他再開始好 他把他家人都找好了 再過來我們再開始做 但是因為這個 中式要牽涉到說 有時候他們對這個 裡面的意見 議題可能還要再問 所以大概過程要一個鐘頭 這是跑掉的 所以 是不是以後可以采取團體的做法 比如說我們這裡 這四個人就是一個 ACP的團員 的群組 我今天跟大家講完了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提出來沒有問題就開始簽了 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是最快的 所以之前也有人在嘗試這種方式 但是這個基本上 現在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其實一直在加快腳步 在訓練 各個醫院在四個案各種模式 怎麼樣來推 能夠讓民眾真正達到他想要的東西 所以這一塊如果真的推下去了 會不會造成一種醫療的恐慌 不知道 因為可能大家都要去找 一定要這些人去的話 那會不會又產生另外一個群組 這些人專門在做ACP的 也許有 也許有人知道 我就拼這幾個人 我都專門到各個地方去做ACP 你需要來就來諮商 諮商完他給你蓋章認證就好 不知道 以後都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們現在目前在try這個流程 看怎麼樣比較順 但是其實先進的條件就是說 要來做諮商的民眾 至少對這些有些基本的了解 這樣才會快 你如果完全都不懂得 那個真的是很困難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我們在台灣R20有機會嗎 你說以後會不會 我也不敢跟你講 但是整個這樣的過程修下來 我們國內要通過這樣的 你活累了不想活了就可以結束了 我想這個會比較難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講的 其實很多醫師沒有過這個紀念 我曾經去當人家槍決的 那個判斷的死亡的沒有那個醫師 可能沒有了 有這個台灣很少的紀念 有這個紀念 我正好就碰到了 那我在旁邊只是判斷他死了沒有 那你想去執行那個槍的人 剛才講四個人 國外是用這個 那我們台灣有的時候是一個人而已 一個人 有沒有死一定是你 你的心裡會怎麼樣 所以當時那個刺激 我們為了那個槍決 我們開了很多次會 到最後一結束 他們執行的人全部都放下去 最後我沒有放假 但是至少說這個心裡的壓力 心裡的負擔很重 所以以後會不會修改到這個地步 這個不知道 因為很多氛圍都在變 我想大概在2000年的時候 也沒有想到說 2016年會通過這個病毒法 甚至我想楊尾一直在講 他們當時通過的時候 大概也有點嚇一跳 因為他們認為可能困難很多 但是沒有想到那個氛圍會正好 所以這一塊以後會不會說真的 不知道 末期定義 這個其實 目前大概都是用健保署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到健保署網站去看 他哪些是符合他的末期的定義 但是我們碰到一個問題 其實這是我們大概這兩年來 我們大概碰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每個住院的病人 我們都會給他做一些評估 安理法的需求評估 那我們就問說 你認不認為這樣子的住院的病人 他屬於末期 這樣子做下來結果 我們發現一個比較 讓我們覺得有點 不知道怎麼去解釋的 就是說 常常兩個護理人員認為是末期的病人 醫師不認為末期 醫師不認為末期 但是等到外往後走就發現說 護理人員判斷比較準 怎麼辦 這是我們目前兩年操作下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但是問題法律上就跟你寫說 一定要醫師判斷末期 所以當沒有醫師要跟你判斷末期的時候 就只能走醫療常規 但是以後會不會有 但是至少我已經看到一些氛圍了 各個氛圍的氛圍都慢慢 尤其很多氛 比如腎上氛它們已經有出現 他們安寧反而的癌癌出來了 哪些指引應該要放手 但是有些氛還沒有 有些氛還沒有 所以這一塊以後會不會修到什麼程度 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很多人對末期的定義 其實如果你們對安寧反而有點了解 你會發現說很多國家用了很多量表去評 是不是末期 但是試過以後最準的是什麼 叫Supply question 就只問一句話 你認為它在半年到一年內往生 你會不會覺得壓抑 你如果不會覺得壓抑 這就是末期 這一句話反而是最準 比你用各種什麼量表 多少疾病什麼的加起來來評溫 還要準確 所以你說條件會不會變 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 像為什麼衛福部還沒有一直 我們一直在讓衛福部趕快把那幾個條件 比如說剛才病人助手前例反而 什麼叫做永久性的分泌 什麼是不可逆轉 永久性的植物冷 什麼叫不可逆轉的分泌 即使精神科醫師神經內科醫師他們都 大家都意見都不同 所以這個叫他們去專科的學會去定這個標準 那定出來以後會不會修改 也許用了幾年也搞不好還會再修改 不一定 所以這一塊像我們台灣最早安寧 反而醫療也是只有癌症的病人 到後來才有什麼 八種不是癌症的病人加進來 就是說各種崩潰在變 社會環境在變 大家都會做一些調整 但是會調整到什麼程度 這個有時候真的很難去預測 但是剛才講 腎臟的病人 他如果只有一個腎臟的問題 跟他腎臟以外還有其他的問題來講 這個可能就不太一樣 如果他只是一個腎臟問題 其他都是OK的 那基本上可能你洗個腎 或是換個腎就好 但是如果他一下子又是糖尿病人 也控制不好 他眼睛也有問題了 已經多重器官的話 那你光處理腎臟 對他腎臟來講 就不是只有腎臟的問題 所以這可能都比較適合 如何是默契的定義 以上 韩文你要不要說一下ACP的過程 我大概補充一下 就是第一題 在說就是現在有沒有醫療資源 可以執行ACP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之前訪那個 主要寫病毒法的孫孝志老師 他就會很希望說 其實他很希望以後 在訂定執法的時候 可以讓ACP這件事情 是可以被給付 並且有很好的點數 因為他 因為就等於說這樣才會給醫院 比較好的誘因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就是如果民眾有這樣子的需求 可能也會比較Push 醫院去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另外剛剛這樣 比較實際的問題 是有哪裡可以做 目前其實有七間試辦醫院 然後 基本上四連一應該也是已經 做到一個段落了 然後其他還有包括可能台大醫院 台東馬街 然後雲林虎尾等等的 大家可以去查 搞不好也可以在他們試辦的時候 成為他們的試辦的一員 那基本上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我們去做這樣子的試辦 其實也是幫助之後 就是19年上路的時候 執法可以訂定的更完整 或是那個格式 可以更符合大家的需求 就還沒有生效 就是我自己做的那個 其實還沒有生效 也要等2019年 這是上路後重新簽了 才會正式生效 這樣子 我補充一下第二題的部分 就是剛剛有人說 可不可以 要是我活到89歲 然後我活累了 我可不可以 目前在台灣我就 就let go 這樣子 讓我的生命就結束 那我們之前就是上 也是那個孫孝師老師 他辦那個病毒法種子課程的時候 他那時候跟我們講說 其實光是他們要推這步法 就是那時候在立法過程 就經遇到重重重重的阻礙 然後還有重重重的限制 那他們說 目前這步法當然不是非常完美 是一個妥協下的結果 那他們會覺得說 你看光是要給予病人 知情選擇的權利 都已經如此如此困難在台灣 那要談到安樂死 好像還是一件 就是有點太早的事情 可能最重要還是說 大家開始就是去談論 跟自己的家人或是朋友 開始去談論死亡這件事 讓死亡那個不再是一個很禁忌 或者是呸呸呸不吉利的話題 大家去正視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未來才有可能 繼續討論下去 好 我們另外一輪 有沒有人要提問 好 三位 這位女生 中間的女生 還有最後面的男生 我們四位對不對 後面還有一個男生 那先從這邊 我想請問嘉玲那個 瑞士的協助自殺主機 會很貴嗎 或是 是不是有錢人才可以 三十幾萬 三十幾萬 有錢人 其實跟你那個 臨終躺七年 七點三年那個 費用好像還算可以 可是我覺得有個有趣的 就是剛剛大家講安樂死在台灣 我先簡單回答一下 安樂死在台灣 為什麼還不承受 就是因為整個台灣社會 還沒有理性的公開討論死亡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是不是尊重個人的意志 其實剛剛子星放的 那個Simon 大家有沒有聽到 那個諮詢的女士說 You have to listen to people 但是如果我們總覺得 我們可以 越阻代豹幫別人決定 或是 譬如說在傅達人 他們去採訪 在傅達人的 臨終告別式之前 他擔任一個 深切告別式 然後他就會想說 他要安樂死 就所有的朋友 就跟他說 你不會啊 你會活到120 就是當我們沒有辦法去 listen 每一個個人的選擇的時候 他就很難發生 那我覺得第三個條件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社會理性的討論 還有重視個人的自由抉擇 Listen to people 那第三個很 我發現其實 安樂死都發生在富有的國家 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麼 假設說現在台灣 有一個安樂死法 那你想那些真的在很貧窮的人們 他會不會有一種被逼著去死 他不想拖累家人 會不會有一種這樣的效果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是稍微歸納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這些安樂死的國家 他們都是富有的國家 然後他都是非常重視人權 就是自主權的國家 然後他不會太強調那個集體儀式 所以簡單的回答 第二位是在哪兒呢 那邊那個女生 就是剛剛在提到國外部分 好像有講到 可能是荷蘭吧 就是他們除了在身體上很痛苦以外 如果心靈上很痛苦 他們也可以去接受安樂死 對 他們好像有個人 因為厭世而死 厭世而接受安樂死 有重度憂鬱症 對 然後可是在後面 好像比較沒有討論到 所以我想問的 第一個是 那在荷蘭他們是怎麼去判定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他在台灣是不是也有一個討論的必要性 然後我想要問一下 主角人們 對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麼 你說在台灣 在台灣對於 如果你心靈上面很痛苦的話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個 可能要接受安樂死 的這個討論嗎 對 這方面是不是也該被討論或是推廣 好 然後還有就是荷蘭是怎麼去判定這件事情 OK 第三位在後邊 對不對 再舉一下手好嗎 讓我們滴麥克風的朋友 好 我想先就是謝謝就是主角人的分享 還有孫醫師 還有就是在場的各位 然後來聆聽與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想要就是因為經由剛剛大家的分享 我有一些感想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不只有年長者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跟選擇 還有就是 可能有些醫師他不願意 應該是不敢聆聽病人的決定 而是照著就是 家屬的決定去做決定 因為不會被告 對然後再來還有醫療溝通的重要性 還有就是 並不是原本醫療體系所去教導的很大的原則 這些很多的不同 也是我之前聽到 所以我想問的是 對於就第一個就是 走入病人的家庭的安寧照顧這件事情 還有 剛剛所提到就是像這種 類似這種 在最後期的時候的醫療照顧的諮商 還有其實這是我自己個人 就是我在前一陣子讀到 一篇就是治照顧者這一篇的網路文章 然後我覺得寫得非常棒 那他裡面有提到 長照2.0的一些 很多法條上面的一些 還不足夠 那我想問問孫醫師 還有就是可能 在場有經驗的人 我想要針對這些事情的 實際執行方面的人 歷經費 還有就是我們的專業的素養 還有民眾意識 還有原本醫療的架構上面 想聽聽孫醫師您個人的想法 還有 這個需要三小時 沒有就是 好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就是 一定是醫師您的經驗 可能可以比較分享於 不同的一些想法給我們 因為我們畢竟都是局外人 對 所以還有我想聽聽看就是 醫生們的想法 或是醫學生目前的想法 大概這樣 就簡單這些事情 抱歉 好 結束你的問題就是說 進入了家庭 我們怎麼開啟那個對話 對不對 沒有錯嗎 還有包括 因為長照2.0非常大 所以我們還是 Focus在臨終醫療 沒關係 我少不是長天 應該生醫師或是很厲害 好你們就自己發揮 好 最後一個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後面還有一個朋友 後面還有一個朋友 謝謝 各位好 我是誤闖 闖入宗教界的科學家 我可以這樣講 那我的研究題目 我想提供各位參考就是 我們就研究這個 用科學方法來研究 身 比如說 靈魂 理智的意識 或者是情緒的變化 DNA跟肉體 死亡 死亡是什麼 是 是怎麼樣的因果輪迴 業障修行業障 那這個 這個東西 就是說在這幾年內 用科學方法 我是覺得有 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說 可能在兩年到七年內 也許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宗教的物理的方法 就可以 改變這個 生病的這個痛苦 的狀況 減輕 那第二點就是說 甚至也許可以填表 然後再用儀器去量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下一輩子 是要到哪一個星球去 這樣子 我把這個科學 現在科學研究的東西 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其實現在是兩個問題嗎 好 可以嗎 可以 最後一個嗎 OK 我剛剛聽到那個 尊醫師在講那個 就是專業醫療 嘗試的不對等 這個溝通 因為我的經驗是 好幾個 那個親人的過世 我現在這樣子回想起來 事實上 如果你說 末期的定義是 它拓展出去 就是末期 還癌末 那其實它最後的 比如說 它的那個癌細胞 已經 擴散到那個脊椎骨 那它又要我們做那個 就是打指甲 讓它不會崩掉 然後就要躺下來 那這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多餘的 它又要做 那可是我現在 我到現在這樣子回想 我才覺得 這個所有的這些醫療的措施 都是取決於醫師 他的認定 是嗎 那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我們 我們自己 或者是我們親 就是 那個 將走的人的家屬 到底要如何拿回這個 可以 有一些決定權 有一些認識權 到底要怎麼做 那我們是不是 仔細要回答哪個問題 第二個 就是剛剛有人問說 荷蘭的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荷蘭他們 是比較寬鬆 即使你不是生理上的 是心理上的 它也是要經過好幾位醫生 去跟你不斷的諮商確認 然後之後 我記得好像他還會在 給一個月的緩衝期 就一個月的緩衝期 讓你再反覆思考這件事情 之後 才會真的進入到最後階段 那他們其實是有 有一些狀況是說 OK 他 得到了說 OK 我是真的可以接受這個 安樂死 但是在那一個月的緩衝期當中 他想了一想 反而就覺得說 算了 OK 我還是可以繼續活下去 反正 我知道我最終 我真的想要離開的時候 我還是有這個選擇 但 前提是 他們前面也是經過非常多 專業醫生的判定說 OK 他是真的是 確定他是重度的 猶豫抑症 而且他完全沒有 而且他心理上 因為身體上疼痛好像比較容易判 對一般人來講 好像比較容易看得到 比較容易判定 那他心理上的疼痛是 就是 確定也是被專業人士 他是有判定說 OK 就是這麼的疼痛 然後沒有辦法再 堅持下去了 所以不是 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 讓他接受這個 安樂死的過程這樣 我先補充這個一點 是 非常重度的憂鬱症 不會自殺 因為重度的憂鬱症 他幾乎是 整天都躺在那邊 都不想動 不想動的人 說拿東西來 來割自己 或什麼 所以 反而 重度憂鬱症的人 在他 開始病情 在好轉的時候 要小心 這個時候就是 他開始有力氣跳樓的時候 他 或是掉繩子的時候 那個才是他自殺的時間點 這可能 這是我們大概在臨場上 有看到這個 然後 兩個都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其實應該這樣講 你一個病人他住院的時候 醫療團隊應該要給他一個 照護計畫 應該有個 治療計劃 你今天這個情況 我要做什麼樣的照護計畫 那要做什麼檢查 或做什麼樣的治療 那 這個應該就是 衛生福利部 這未來會再推的叫做 共同決定 share decision making 大家一體來討論 家屬病人 跟醫療團隊 大家來討論 我這樣的照護計畫 你覺得可不可以 好不好 而且這個時候呢 你照護的計畫 醫療團隊應該講說 我這樣好 這刀給你開進去 大概有30%會成功 但是成功 他開完以後呢 有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這個都要先講 我們現在常常都是 我給你開了我就拚 這醫療團隊的心理 聽到你要跟我拚 很好 但是拚了結果 變成植物人 他就不能接受 所以就是說 我們溝通都沒有做 所以我們是期望說 未來的 住院的時候 這個照護計畫 應該是大家一起來 共同決定 大家都很知道 這一步 為什麼要幫他做電療 因為電療以後 腫瘤轉移到骨頭會很痛 我幫他做個電療 小劑量的電療以後 可以緩解他的痛 增加他的品質 他就可以接受 不然很多人都說 真的被電了幾次 他都搞不清楚 他為什麼要做電療 這就是基本上醫療不對等 那就是說 在整個過程 照護計畫的說明過程上 沒有講好 同樣的 我們到家裡去 我們到家裡去 我們是 把我們的照護計畫 跟家屬講 他這個情況 目前我們大概 如果要用藥 我們大概會用什麼樣的藥物 他現在很痛 癌痘的病人很痛 大概 目前 他沒有用止痛藥 我們可能從 比較輕的止痛藥開始用 如果他 已經用了輕的止痛 還是沒效 可能開始就會用到馬灰來用 那怎麼樣 所以我們把這個照護計畫 跟家屬講 跟病人講 讓他知道說 未來他可能會碰到什麼問題 讓他知道 他走的每一步 都是我們事先告訴他的時候 他就不會恐慌 他就不會害怕 也就不會產生說 你幫我開刀 結果你也沒告訴我 開完刀變成植物人 我早知道我就不要開 就比較不會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 不斷的溝通 隨著他的病情 我們不斷的做 照護計畫的改變 比如說我們像有一個病人 我們這樣子照顧了 將近一年多了 結果 最近好像禮味館出來了 是咖啡社的東西 以前我們去跟他握手 他會跟我們握手 今天去跟他握手 他的手都好像抬不起來 我們就不太對 就趕快跟家屬講 這個情況 可能搞不好到了末期 那這個時候 你大概要準備什麼東西 什麼時候開始弄 家屬已經開始有心理準備了 慢慢的就能夠 比較不會說一下子 為什麼你來都沒有講 今天都死掉了 就比較不會有發生這些問題 但是當然死亡 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盡量用我們所知道的 所學到的經驗來告訴大家說 你這個情況會什麼樣的變化 到這個情況 那我們做這樣的照護計畫 家屬病人認為好不好 可不可以 如果他們有什麼需求 比如說我們要去家裡照護 他說不行 今天我家裡都沒有人在 改天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們再調整一下 我們要去幫他做洗澡 他說不行 我們今天這個地方缺 得停水 可不可以改天再來 可以啊 所以整個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care plan 大家互相都很知道 他的治療器 照護的情況 當然同時回答會問題 要花多少錢 如果你關心 這裡剛剛有的是照護員 對不對 照護員有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如說我跟你約好了 我今天要去這裡 服務你兩個小時 對不對 結果你去了 他不在了 臨時不在 他這錢怎麼辦 能不能收 我確實到你家了 問題是你能不在 那我這個錢能不能收 就碰到這些問題 所以基本上 其實很多時候 你真的很難去算到很準 比如說 我們一個下午 我們去看三個病人 但是按照健保署的規定 原因是每一個病人的計程車險 是從我們醫院到他家的距離 但是我今天到了甲以後 我是直接接到儀 這計程車險就不算 那搞不好 你今天算這一層 但是你改天 你是從這邊過來 又不一樣的錢 所以很多種情況 真的很難去算得很精準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 我們用一個團隊的力量 然後大家跟家屬跟病人 把這整個照護的計畫 我們都講得比較清楚 隨時有狀況 我們隨時來提供 就我們所觀察到 我們所學習到的經驗 我們的醫學嘗試 來告訴你這個病人的病情 現在是到什麼程度 什麼時候該變化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這樣子家屬有做一些準備 基本上如果這樣做的話 家屬大概都比較不會慌張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不然我這邊有很多影片 但是用了影片的可能 你們就準備很多衛生紙 如果今天我們團總院長來 你們就準備留言 我想聽過他演講都知道 所以基本上 就是說我們是盡量 用這樣子的照護方式 用個團隊的力量 讓大家把事情 照護計畫 共同來做好 一起來 照護這個病人結束 當然我們這個計畫 不是說他結束就結束 當病人往生以後 我們還會持續觀察他的家屬 能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們希望做到是生死兩相安 對病人來講 我們是希望他介入他的生活 守護他的生命 但是對家屬來講 我們是希望他能夠生死兩相安 讓他能夠從親人的往生當中 回過頭來 好 謝謝 我曾經看過孫醫師他們 進入家裡以後的影片 那個奶奶最後是很peaceful的 在那一個禮拜 他沒有選擇就是積極治療 他本來積極治療 還可以活六個月 但是家屬跟他自己的決定是 就是終止治療 那他們就在那個禮拜 他見了他所有想要見的人 然後說了他所有想要說的話 包括他的親叔也跟他說了 跟奶奶說的那個對話 那我覺得一個peaceful的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good death 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知道今天還有 你可不可以秀一下你們的書 如果大家還對於任何 就是關於這相關的議題 那韓文還有子欣選擇了一些 包括書籍 包括電影 有西蒙的抉擇 然後生命騎士 愛慕 你們可以再繼續的 我想今天就是開一扇窗 因為死亡的議題 還有臨終醫療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他也包括很多倫理學 生命學的課題 還有甚至有宗教的意義 所以大家可以再進一步的 我們今天開了一扇窗 那接下來的 就是你們的功課和責任了 如果說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組那個讀書會 那最後呢 還是要回到報導者 好 報導者 陪報導者一起走 因為我們不想進入臨終醫療 好 那報導者大家知道 最近大家如果有看網路上一個很有 流傳很多就是中國時報 大家知道說就是現在的媒體 都是靠著政治廣告 還有商業廣告 那我們很希望做純粹的新聞 調查型的報導 深度的專題 所以陪報導者一起走 這是我們最新的募款方案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也可以掃一下QR Code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多多給我們支持 好 謝謝大家 今天謝謝